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议员考察三个字 段维宇要道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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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台湾市议员 段维宇在市议会 辱骂我们社工 一个议员在咨询台上面 对于民意的一个咨询 当然我们尊重他的一个咨询 对于选民的服务我们也尊重 但是对于某个专业 这样的一个辱骂 而且是 应该是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 侮辱人的话语 说我们像死人 社工像死人 社工只会吃饭拉死 这是一个对社工 非常大的一个污蔑 也引起我们社工界 非常大的一个反弹跟抗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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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